我们必须还是要让小徐或者小李 你们两个人解释一下 为什么结婚这个事没告诉他们 当时的时候 跟我哥哥通过一次电话 手机是打在免提键上的 当时我爸妈都在 他就说 当时他们不是出首付 给我老公在京郊买了一套房吗 你是买了那个房子没我的份 我说我不看中那些东西 即便您现在卖了它 您拿着钱我也不会有任何意见 我这样说完之后我公就说 我已经七十多岁了 如果你坚持要跟我儿子结婚 我就让你付出生命的代价 对 这是我说的 我爸妈当时在场 都听到了 然后我就把电话挂断了 然后你们家就保班了 然后我爸就不同意 你爸就跟你保班 那么咋不同意举行婚礼 结婚的结婚 让他说完 你要二号的事 完了你们就领证了吗 在这种情况下 爸妈肯定是心里不乐意 我想这个大家都能理解 那为什么后来又变了呢 我们去领证的时候 因为我老公答应我公公 就是必须要在他们那边领证了 所以我们就去了 去了以后 所有都检查完了 就到最后一步的时候 因为那个是老户口本 少两文数 跟那个二代身份证不符 然后就是领不了了 我就给我爸打电话 我爸其实他是知道的 回到家以后 我就怪我爸妈 我说我 停着这个肚子 去了那里 白跑一趟 我爸妈的意思 还是不同意 到最后就直接聊下一句话 你们爱咋咋地吧 我不管了 我们两个人就是 既然已经走到这一步 就坚持走下去 为了我们也为了孩子 是谁决定说 那我们自己 把这事给办了吧 我老公 小薛 对于你这一向很听话 孝顺的儿子来讲 做这样一个决定 你肯定知道 未来会面临什么 其实做这个决定的之前 我自己想了很久了 其实也是 我爸就是跟我说 你过两个月回家来 你给婚照 必须在咱们家里 我当然 那他是表示同意的意思吗 我不知道他是真实的同意 还是假同意 反正我认为是同意的 然后我就 跟我媳妇说 我说 我答应我爸 必须去我们家里 不能在你们家里 因为我们那时认为 你在你们家里 就是一个道插门 你那个时候真的认为 你父母同意了吗 其实我认为 他们是不同意的 我内心认为 这是不同意的 只是说 就是拖延一下 我觉得就拖延一下 他能不能想别的办法 不让我们结婚 但是你还是没有 顾及他们的拖延 你决定了 为什么 我爸说 在我们家里 就会这样忙 我想当时 办个假装 糊弄我爸 妈一下 但是后来我没有办 后来我觉得 我要这样办的话 骗我妈妈就太多了 可是你还是很勇敢地 做了这个决定呢 我跟小李去把这个 结婚证领了 勇气从何而来 因为当时 那个孩子都已经 三个月了嘛 三个月的话 就可能会露肚子出来了 我们去做那个 产检之前我就想 当时是 如果我把我爸 说的这些 比如说担心的 这个财产的问题 都把它解决了 我觉得我爸 也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因为他不同意 怕我领了 结婚证之后 然后我们再离婚 然后这个房子就 有一半没了 妈妈刚才给的理由 他第一次看到 小李就不喜欢 其中不喜欢的 包括长相不喜欢 包括性格不喜欢 包括他的学历 他也不喜欢 包括他的家庭 他也不喜欢 包括他的地域 他也不喜欢 全方面的否定 你妈妈挑女朋友 或者说选媳妇的 标准是什么 你自己知道吗 知道 是什么呢 我妈希望我能找一个 就是工作好点 学历跟我一样的 家庭条件还可以的 懂事 孝顺那种 其实对我之前的女朋友的话 我母亲也是不接受的 哪一点没有达到 妈妈的要求 长相吧 你说以上这些条 如果有一条不太满意的话 就很难接受了 我觉得是 后来 你爸爸生病了 这个事情你知道吗 我知道 在他的眼里 我一向是一个 可敏化的儿子 然后办的这件事 对于他们来 就是一种鼓逆 我怕接受不了 说起这件事 我从心里边 我觉得对不起我妈妈 您会对在这件事情上 这么在意 是你觉得 儿子没找到一个好媳妇 儿子以后可能会不幸福呢 还是觉得儿子 居然结婚都没告诉我们 是哪一种 不是这个事 他不会的好的 我快应他 我让他称人 称才 你是觉得他们俩在一起 是不会好的 是吗 他不可能好 也就是说 你们觉得儿子 只要跟小李结婚 生活就完蛋了 你给我们家 照顾的伤害太大了 所以我不容大 你知道不 我们老头现在 厉害管管走不六刀 我儿子满身士兵 给你看看 我儿子多毛病 跟前年有时的 杀兵也没有 告诉你说 你给我儿子害惨的 你想毁我儿子 扣半生 为了你自己的幸福 你想毁了他 我儿子满身